剪一块纸胶布折成小团团,贴眼皮的一面去粘性,把长出来的假睫毛挑出来,取少量线膏均匀涂抹,针睫毛挑出来,取下纸胶布团团,慕斯用钱摇一摇,用慕斯泡泡洗刷刷,棉片擦拭,生理眼水冲洗干净,吸干,小梳子梳理,冷风扇吹干就OK了。 手腕打开练习的重点在哪里呢?在于它的发力方式,大臂用力传导到小臂,将力量汇集在手腕部,手腕控制力量,手指挥在手腕部,手腕控制力量,手指挥在手腕部,手指挥在手腕部。 控制方向,做内收与外抛的动作,最大的限度去开发万部的活动范围,你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我却都是故事和你 你说过想往大海的生命 也终于我们一世的过去 很想给大海迷离 月色的海底 灯山的风景 我们的距离 遥不可及 最少的爱情 还剩下回忆 疯狂的寻觅 你的身影 我又是新的寻觅 超恨心 我不允许你们再说孕染难 这样再学不会我只有把手记过去了 抵胶之后刷一层琥珀一号色 不照灯随意点上透白色 用圆头刷轻轻拍开 照灯之后刷一层抵胶 取一号琥珀色随意拍色快儿 拍出有深有浅的感觉 不照灯接着取深色琥珀 加重一下对角和中间纹理 用你可爱的小手拍拍拍 哪里太浅拍哪里 照灯 再刷一层底胶 透白色在中间轻轻往下拉 深色上也来一点 晶石猫眼顺着纹理斜画几条 左吸吸 右吸吸 吸出若眼若现 最后顺着你拍出来的纹理 用黑色甲油胶画出细细的弯弯曲曲的线条 线条要有虚有实 纹理有交叉有分散 纱上封层就完成了 通透的琥珀送给你 抖音 好多宝宝问我新手美睫师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今天给大家整理出来 来看看需要哪些东西 第一个 美睫灯 第二 练习假睫毛 第三 清洁液 四 卸除纤维棒 五 胶水 六 胶水平口擦 七 冷风筋 八 睫毛卸除膏 九 工具清洁液 十 万能开花镍 十一 分毛直镍 十二 清洁免棒 十三 隔离胶带 十四 掩贴 十五 胶带切割器 十六 小梳子 十七 假节使用的假睫毛 十八 胶水杯 十九 练习魔头 南式眉心 画一条5.5厘米的长线 三件五厘米处尖尖 0垂直向上1厘米上眉头 0向右1.2厘米处下眉头 3.5垂直向上0.6是眉心 0.6垂直向上1.6是眉峰 5.5垂直向上0.7是眉斤 下面是一条抛物线 上面是一条直线 每尾是直线 每封有糊 你学会了吗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 醒不来的梦 寻不到的天堂 一不好的痛 点不着的香烟 松不开的手 哈喽我亲爱的粉丝们 欢迎来到赫轩美甲课堂 我们今天学一个不一样的韵染 像食品上这种 把贴花的贴纸剪三面留一面 把不透明的内层接上去以后 这样不规则的点上这些颜色 放上这个透明的块 把它滚成一个比较薄的片去灶灯 灶完以后接下来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特别自然的孕染效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着去用就可以了 剪掉 每次用的时候剪掉我们想要的一部分 利用甲油胶的浮胶去给它粘贴 或者是没有浮胶的话 可以用超级链克剂进行粘贴 粘贴好了以后 按压平整整甲的涂抹 加固去找平 为了让整体效果更好看 我们有金属胶在周围 勾一圈边边 勾完照好灯以后 我们直接封成这个款式就完成了 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看呀 粉丝宝我们想学美甲美睫文秀的 一定要来咱们济南和选美业教育 咱们家是一对一教学包教包会终身制学习